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收看中國禁聞 香港市民反抗中共封殺民主選舉的 公民不合作運動繼續升級 9月28號凌晨 佔領中環行動正式啟動 示威人士首先佔領了香港市民 簡稱鄭總的香港政府總部廣場的一代 天亮之後 大批市民前往鄭總支持站中 遭到警方的阻攔 下午警方宣布封鎖鄭總四周的道路 迫使越來越多的支持者衝上馬路 導致附近交通完全癱瘓 當晚6點左右 警方開始鎮壓多次釋放催淚彈 並向示威者高舉邪友 遠離開否則開槍的警示牌 晚上10點多 組織活動的香港學聯發表聲明說 警方已經開槍 但不能確認使用的是哪種類型的子彈 不過香港警方對此指控進行否認 有見於此 香港學聯呼籲集會人士撤離 保留實力 學聯同時也表示 如果市民在評估風險後決定留守 學聯將會歡迎 並與集會人士一起留守至最後一刻 隨後 站中發起人之一陳建民也表示 由於警方動用大殺傷力武器 參與者應顧及安全 但是撤離不代表放棄 不過香港市民沒有被警方的暴行嚇倒 反而有更多的人自發上街抗爭 深夜在銅鑼灣重光百貨對面 致旺角狼豪房一帶都有大批市民 佔據馬路靜坐抗議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當晚也發表 致全港家長及學生的公開信 對香港警方向手無寸鐵的請願群眾 施以暴力驅趕 動用武器傷害 表示極度憤慨和強烈譴責 並且決定發起全港教師罷課罷教行動 教協呼籲學生和家長理解這是逼不得已的決定 希望他們支持教師們的選擇 香港市民爭取民主普選的活動 也得到了宇居世界各地的港人的支持 站中啟動的同一天 全球多個國家和城市也同步發起了聲援集會行動 在美國紐約 200多人在時代廣場集合支持香港站中行動 並且穿過鬧式游行到中共駐紐約總領事館抗議 在舊金山 100多名旅居當地的香港人也聚集在市中心的聯合廣場 表達對香港學生罷課 市民和平佔領中環要求真普選的支持 在世界其他大城市 如倫敦、洛杉磯、奧斯汀、溫哥華、多倫多等地 當天也都有人舉行不同規模的聲援集會 而在中國大陸 人們雖然不能公開集會表示支持 但是一些活動人士也在網上發起了光明鼎行動 替光自己的頭髮 表達對香港站中的支持 好 接下來請您收看時事禁聞